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廚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今天是湯紹晨老師的 兩岸關係時間 歡迎湯老師 各位聽眾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5號 湯老師呢 今天呢 要來針對呢 首先要來針對 這一段時間以來 因為馬英九講了 大陸如果說攻台的話呢 首戰及中戰 他也是針對 對有關於不管是我們的軍方 或者是說國外的 這些軍事專家 他們在評估整個大陸 假設發動對台的這個 戰爭的話呢 他當然就是要以最短的時間 取得最決定性的勝利嘛 就沒想到呢 他提出了這段話之後呢 在過去這段時間呢 竟然引起 這民進黨的圍剿 然後蔡英文總統呢 說這個馬英九呢 卑躬屈膝 老師要來針對這件事情呢 要有話要說是吧 好的 我們是要來討論 誰卑躬屈膝嗎 還沒有啦 開玩笑 開玩笑 來湯老師 我們從一個 這個比較 這個整體性的這個角度 來分析這個事情啊 當然馬英九講了很多了啊 不只這個什麼守戰集中戰啊 同時還講到九二共識啊 什麼這些東西啊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 守戰集中戰的這個問題啊 他的核心是什麼呢 他的核心的意義是說 政府應該讓民眾有免於恐懼 或者免於戰爭的義務 沒錯 對 相對的 嗯 民眾也有向政府提出免於恐懼 免於戰爭的訴求 說得好 對 這個才是重點嘛 嗯 意思就是說 今天風雲詭譎 風聲鶴唳 大陸五個戰區 有四個戰區在搞軍演 你說這個東西 台灣是不是很危險 當然是很危險吧 那問題是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回顧與前瞻 當然就是因為你的政策錯誤嘛 而且往前看 你就把我們綁在美國的戰車上吧 那真的如果說有狀況的話 那這個台灣第一個就是受害者啊 嗯 就算你美國來池圓我們也慘啊 對不對 而到底美國來不來池圓還在還還在看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說這個東西才是一個重點 至於說他這個講的這麼形象 我倒覺得說他一定是有所本 他看到了這個危機的這種嚴重的情況啊 那可是呢 這個到底是不是首戰及中戰 我倒覺得說我們就可以從幾個民調來看一下 對不對 你說現在大概有一半的人說我不願意上戰場啊 嗯 對不對 因為說不定他老爸他家裡人在那邊有投資啊 嗯 根本就我們跟那邊有有相很多的這種關聯性啊 就千絲萬縷的關係太一切了 對啊 那你這樣子的話啊 那他會覺得說我這個東西我為什麼一定要跟他們打 嗯 那反過來呢 就說很多人會認為說我是反台獨的 那我今天是被你台獨拖下水啊 我當然心裡不服嘛 對不對 如果說真的走到那個緊張的這種情勢的話 而你說可不可能劍巴弩張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嘛對不對 那所以我說馬英九才會有感而發 而我認為說呢 他其實我我的想法是犧牲小我保衛大我 意思就是說他明知道這樣講 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啊 這個綠營啊什麼的大力的踏伐 現在也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那可是他還是願意講 那我覺得這個精神就我讓我覺得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 嗯 而他保衛的是他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喚醒民眾了解情況 你不要被民進黨這樣子這個蒙在鼓裡 他搞不清楚狀況 他民進黨一直一直講 他說什麼離民意太遠 什麼民意太遠 以前的二戰前 民意高的結果呢 打敗仗吞兩顆原子彈 那是在在所都有啊 我說這個民意當然重要沒有錯 可是你這個民意你還必須要用一種 比較更深入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民意到底走向是怎麼樣是不是可能走向戰爭 嗯或者是不是可能走向毀滅 那這個才是重點嗎 那所以我覺得馬英九就是講話我覺得他真的是勇氣可嘉對不對你並不是說什麼這個什麼什麼什麼手戰機中戰這個東西只是一小部分 另外呢我倒覺得我要批評馬英九一下 你為什麼要把九二公司硬塞給蔡英文 問題是說你應該講說蔡英文你今天把我們帶到這個地步你自己要想辦法不是說要九二公司是國民黨的這個他的這個智慧財產權這是沒錯的可他也是個公共財你願用用不願用就算了可是我是覺得說馬英九你有點雞婆了你就不一定要這樣講你說啊你一定要接受九二公司你可以自己搞一個嗎你蔡英文應該要自己搞一個嗎 你自己要搞一個東西出來我不管你怎麼搞你只要把台灣的這個危局把他解決掉了把他這個用和平的方式來把他這個取代過來了那當然我們跟跟你鼓掌吧可是你現在的情況剛好相反啊對不對把台灣這走得越來越危險的這種境地 那當然我是覺得說蠻有在這個這個時候要講這個話這個我覺得是完全我是雙手雙腳支持的嗯還有一點如果說因為今天還沒有到如果說真的勞工兵臨沉下了或者說他已經有些什麼更進一步的劍拔弩張的這種行動的話 全台灣全台灣全兩岸只有馬英九可以做出一些貢獻是什麼呢他就變成了一個給北京的一個唯一的下台階同時呢他也是兩岸的一個滅火器哦怎麼講哎你可以到假設他現在是呃明年五月一號啊五月二十號他就解禁啊嗯如果那個時候真的是很緊張的話 你如果說馬英九你可以到北京跑一趟或者帶個隊友什麼到北京跑一趟然後呢把這個情勢呢稍微的挽回一下這裡面不但是馬英九本身的功勞同時這也是綠營的一個善意的表現因為你要能不能去是綠營決定的是政府決定嗯嗯對不對那你這樣子的話你重點是你要給北京一個下台階意思就是說你當你在動手之前如果說馬英九能夠有這個動作的話 那對於兩岸是不是有在和平發展上面的這種貢獻最後的我說當這個事到零頭了等於說你這已經已經這個這個馬上就要有狀況了那最後的一條路或是最後的一張牌就是馬英九其他沒有牌了否則的話他要動手了老師這個只有在這種危急的這種情況下馬英九是唯一的一張等於說我們的 保命牌或是保命牌或是保命符 老師這個觀點很有意思啊我們往回推好來請教老師一些問題啊第一個就是說 兩岸之間到底會不會有戰士啊他牽涉到兩個前提好第一個前提是說 中國大陸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會對台灣動武台獨當然不用講嘛 那他現在呢蔡英文沒有宣布台獨的情況之下 而因為美國方面現在基於他們選舉上面的需求 所以美國希望在南海開戰但是呢 南海周邊的國家其實都相當的克制 不管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疫情或者是說跟大陸之間 彼此在經濟各方面很複雜的這個往來 其實他們並沒有在南海部分除了口頭上之外 他沒有在南海部分採取進一步的配合美國的行動 所以南海打不起來然後大陸呢這個大陸呢就 美國呢就在這個大陸的沿岸這邊採取了很多不管是潛艦啦 或者是飛機啊靠近所以使得這個中國大陸呢現在在這個台灣的這個周邊呢 開始發動這個演習您的研判就說這樣的演習他現在已經開始了好幾個演習都在進行他這樣的演習有可能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升高為插槍走火嗎 現在就是看美國對台灣這種拉樓的力道你要走到什麼樣的地步 台灣要走到什麼地步 不是美國主動是美國台灣是配合啊 對不對我們以前要的美國不給啊現在我們不要的美國硬塞過來 嗯這完全相反我這邊想到一句話叫做台灣的決心是美國的炮灰 美國的善意是台灣的災難 嗯這問題在這兒嘛 嗯意思就是說美國他當然他認為說因為他今天要對付中共為什麼他對付中共很簡單 他認為過去這個百年來美國以及這個西方世界他們所樹下的這種所謂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現在被崛起的中國可能要呃有所改變對 就說他們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如果說中國這樣繼續持續發展的話所以說他必須要出手就有點像日本在這個要打中國的時候他看到中國慢慢慢慢崛起了嗯 所以我非得先下手為強否則的話後下手就不急了就來不及了好那所以說美國現在是走到走上這條道路那走上這條道路的話那他當然要找很多的盟友你看這個什麼 八二三那個那個立英節還跑去那邊我覺得這個就是不是這種另外一種的這種這種這種鱷魚的眼淚 哈哈哈哈哈哈 意思就是說你們要守住啊你守住的話你等於說你是當當美國的炮灰同同時的你必須要向美國這表示忠誠 嗯那我們才能夠能夠結合在一起嗎那結合在一起的結果是什麼是我們當炮灰啊那他在後面看那看你看你這個情況 你的表現怎麼樣那我再給來我再考慮我怎麼樣來支持你對不對那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部分也就是說美方的這種拉攏台灣的這個力道還會持續持續到什麼呢你比如說這個下一個可能是臺美軍演然後呢 蔡英文訪美然後呢譬如說蓬佩奧到臺北來然後呢談判美台建交這些東西這樣一步一步這樣走過去而且談美台建交的時候他不跟中共斷交你記不記得現在美國大使館在在他把這個中國北京那個中國拿掉了對他說他們是他們全球的這個這個新標誌的這種一環那是沒錯 品牌形象的一環他們在很多國家他們也沒有冠國家名啊那不管啊那現在就覺得這些都有意義的當然有意義啊那就是說一變以後下一次就說 美國駐華大使館台北不就是這樣子嗎那這個你知道我覺得這個也很有趣喔這個可能會落入另外一個陷阱就說因為就中國的定義來講台灣本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美國有大使館他還是一中原則啊美國對對對就美國有大使館在北京他可能有個領事館在台北 Why not但我們還是中國的一部分啊可能還不見得只是領事館啊領事館是管管管這個一般僑務的問題啊一定要大使館才有才夠辣嘛對不對你真的如果說你真的老美要這樣搞的話你當然一定要搞大使館那所以你覺得他如果出這一招的話大陸很難做做決定 那而且他跟我跟你北京不斷交我看你什麼看你什麼意思就是說你要不要吞下雙重承認嗎對然後我看你怎麼反應然後我再來反應對不對也就是說現在台灣的這個角色啊就是變得越來越難以處理了就對北京來講你美國當然了他在一直加碼加碼加碼拉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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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你對北京來講你的紅線到底要設在哪裡 那如果說你已經譬如說你蓬佩奧到台北來了你就參與跑到那邊去了你說這些東西算不算我倒覺得說這個東西還可能不見得一定是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可能就是這個再加緊一下這種這種軍事的威懾那可是如果說真的談到建交了嗯那你說這個算不算紅線那這樣的話就變成兩國論了 以您對於大陸的了解你覺得大陸吞得下去嗎嗯如果說真的要談到這個建交的這個事的話我覺得大概就是紅線那問題是美國跟我們建交啊對啊對啊美國跟我們建交那他跟美國翻臉啊對啊他應該是跟他翻臉啊可是問題就說他他不會跟他翻他可能會同時跟美國他可能會同時做就跟美國翻臉 同時也對臺灣採取行動會這樣嗎絕對的我覺得一定是這樣那這個危險日那那是不是只要在11月3號美國總統大選前不發生這個事情 上述的狀況就不會發生這個東西我也搞不去不是這麼樣的確定啊就是到底這種事情會落在哪一個時間點在選前呢當然就是我覺得我剛講的這幾個動作呢可能會有有一部分會會爆出來會實現 嗯對不對然後呢可能後續就再來了可是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爲現在川普說啊現在美國有很多的州他要用這種不在即投票就用郵寄的好了這個川普上次他自己講同時他也這個在扶持電台講講的重點就說 如果是這個拜登當選的話 他不認 嗯你記不記得 對沒錯他他對於他要報承認選舉結果他沒有他沒有給明確的答案哦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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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現任總統講這樣的話很恐怖啊 不是他是四年前就講過啊他說希拉里當選我不認 四年就講過這個話他就是賴皮就是給你搗爛好了那如果說真的是這樣子的話而且他現在在杯葛這個美國郵局對美國郵政總局對他就是認為說如果一個郵寄投票對你票越多的話可能對他越不利對不對因為你這個票越多就表示說 有有一群人他們可能是被某種力量激發出來了說我一定要來投這個票而這種人要投給川普的機率會比較小所以票越多對他越不利所以他要用什麼方法呢就是用各種的方式來阻擋阻撓這些人的投票是您現在聽到的呢是政大教授湯紹成湯老師講的這個非常的關鍵啊就在於是說 如果這個拜登呢沒有辦法在這一次的十一月三號的美國的總統大選裡面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的話任何使得選票就是兩個人之間的選票拜登跟川普的選票在這種可驗票以及這個誤差範圍內的這美國的那個機制呢就會啟動啊就驗票機制就會啟動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可能就增添了美國總統到底是因為川普可能就不認了 然後美國總統呢誰會當選呢他就會變成一直延宕啊延宕到明年一月可能在這個呃 法定的啊美國這個憲法規定的總統的新就任總統交接的日子之前的時候他都他才有可能呃才有可能得到最終的這個解答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台海之間的危機的可能性呢反而就提高了啊這就是台灣處在一種很吊詭的局勢狀態您現在聽到的是湯少誠教授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呢回到非碟午餐繼續來請湯少誠為我們做更深入的分析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非碟午餐的現場我是尹乃金我們繼續請教這個湯少誠教授啊湯老師剛才呃對於中美之間現在的危機的狀況其實台灣呢做為一種是蠻悲傷的哈這個一個炮灰的一個命運呢做了一個分析其中呢老師提到一個點我覺得很有意思啊你在講說兩岸如果啊兩岸如果呢真的走到了戰爭邊緣的話馬英九會是解開 這個戰爭危機的台灣的唯一的保命符哈那您的設定是說明年五月二十號因為他那個時候呢呃他當總統的就是禁止到這個到大陸去的啊這個時間已經到了就解禁了啊所以五二零之後呢馬英九會變成是一個可以被蔡英文政府呢拿來作為一個善意的啊的保命符跟大陸進行溝通啊那如果危機在如果危機在這個 五二零之前發生呢因為如果說美國的總統大選真的出現這些爭議然後真的發生真的發現發生像是美國前參謀收藏聯繫會議副主席以及前這個呃副局長他們在美國的這個海軍呃期刊上面所發表的那個兵推就說啊因為大因為這個美國的總統大選一直沒有辦法決定所以大陸呢就發現這個階段呢有機可乘 然後從軍演就變成是來犯台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啊怎麼辦所以說啊所以說現在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麻煩的那我所以我覺得說綠營如果說要批評馬英九可能我覺得還要最好是保留三分了真的吼意思就說真的很焦慮吼當然啊很多兩岸關係的學生都很焦慮耶可是我現在沒有任何樂觀的因素啊真的可是我跟你講老師我真的覺得要回到另外一個就在於是說因為呢所有的專家學生 學者呢其實都很悲觀就特別是兩岸關係的啊在台灣的學者也好或大陸的學者也好大陸學者的悲觀呢就是在於說他們發現呢台灣的民眾呢不在意的這種悲的這種情形會加深他們對於兩岸局勢悲觀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在於是說因為呢兩岸之間的民間是過去曾經存在的那個善意在蔡英文呃從反送中開始以來被破壞的非常 當兩岸之間的民眾的善意不存在的時候呢你就激起了大陸的那個民眾覺得說打吧反正這個反正這個台灣的民眾呢也都是這麼的呃就是這麼的對於大陸呢也充滿了敵意然後蔡英文呢也沒有要試圖的往這個兩兩岸核的方向走 嗯那其實就增加了這就增加了大陸採取一些比較決斷性手段的一個民氣耶這對台灣是很危險的耶可是對啊回到一個問題就在是說雖然學者專家都覺得兩岸之間充滿了危機可是我們的民調還是顯示台灣有非常高的這個超過五成以上的民眾認為大陸不會打耶嗯我是覺得這樣啊就說這個所謂的這個武力犯台的話他有很多 很多的方式啊你比如說這個最主要大概就可以分為兩個一個叫做癱瘓戰一個叫做這個這個這個殲滅戰沒錯對對不對因為你殲滅戰的這個後果是非常難以想像的因為這個東西留下這個因為這個一流血這個問題就很複雜可是如果說你是癱瘓戰的話那這個其實死傷的人數會非常非常有限意思就是說你還沒打你是整個電腦啦我們的這個通訊啦 什麼的全部都都如果說都被癱瘓了就是封鎖台灣啦對不對呃不只是封鎖不只是海陸封鎖您就說還包括我們的攻擊我們的電力系統等等這種所以說啦包括那個飛機跑道啊嗯等等啦你沒有想有沒有辦法想像如果說哪天我們的手機都不靈了我們這個電話也不靈了你說我們這個我們會陷入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很難想像啊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靠心靈感應對不對因為我們現在是習慣了有這些東西嗯那你萬一這些東西都不靈那你怎麼辦你像以前這個我講一個一個事啊就是這個美國在丟原子彈的時候啊他一個禮拜前就先警告當地的老百姓你們趕快撤離他怎麼警告那當然了是喔當然啊你說在那個在日本丟在日本丟原子彈之前的時候有警告有警告 他怎麼警告嗯他飛飛機過來然後撒船單喔這就是警告了嗎當然警告啊他說馬上會有有事情啊你們這個趕快撤離啊他希望你老百姓你能夠撒船單上面上面就有當然啊喔就有提醒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嘛喔那搞不好以後我們如果說手機都不靈了電視也沒了欸這個什麼機場也不能飛了那你用用什麼方法來這個來來聯繫來交流啊那你覺得那個在馬 你覺得蔡英文在那個823的時候去金門嗯然後回臺回臺灣的時候呢傳出來說大陸的那個共機呢接近你覺得這是不是一種警告當然是警告啊可是他有兩百公里啊他沒有那麼沒有那麼接近嘛他當然當然是警告嘛現在我是覺得了啊這個大陸這邊他的這種做法對臺灣來講啊對臺灣的話呢他是絕對要盡量避免殃及民眾 嗯因為你這個已經什麼什麼武力犯罪你知道一弄這個東西後果這個難以設想啊而且而且現在的在臺灣的大陸人很少了因為呢反正第一個疫情的關係是更早之前的時候團客不能來然後自由行不能來其實這些都還滿然後今年開始大陸學生不能來本來在疫情之前的時候不是要來了嗎不是我說本來我說大陸啦本來在疫情之前的時候 大陸就已經說了今年他不讓大陸的學生來參加對臺灣的這個高等學校的就我們的大專大學的這些的硬士了嗎對那現在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反正兩邊就很難往來那現在讓大陸的學生來臺灣是我們終於做成這樣決定我的意思是在臺灣的大陸人越來越少的時候其實更有利於他採取相關的行動當然了可是這個這個我倒覺得這個是一個層面可是你在臺灣你還有一些反毒的人 那你這個炸彈一丟下來你不是這不可以不可能的嗎我覺得這一招這一招是很難想像的可是你說貪困戰有可能當然有可能貪困戰的話呢他就可以上來他就可以上來然後他講他就可以用他的方式譬如說也是撒船單啊或什麼因為你已經沒有東西了嘛你沒東西聯絡了嘛對不對那你放下武器機網不救否則的話格殺勿論那你像臺灣會不會亂成一團真的吼 你們都看到那麼悲觀吼他如果不是我在想我在我在設想他如果說真的要動的話他用什麼方法動而盡量不要秧及百姓對不對因為他事情要講好嘛那否則的話那講好的話他人之意盡他說你既然走到這一步了那那那那對不起了那我就必須要怎麼樣了對不對是那好了那這樣的話我如何把這種所謂秧及百姓的這種可能性降到最低 那大概就只有這種方法對不對我看這個很多這個軍事專家的沙盤推演也是如此喔就是說比如說甚至於是在島內這個部分就是臺灣的島內啊就電力系統被破壞了或是駭客入侵了他其實就是造成臺灣內部的這些的癱瘓了之後嗯他就能夠達到甚至於是不戰 而讓臺灣呢扶手稱臣的這樣子我覺得這個這個可能性還是比較大因為這樣子的話你傷亡比較小嗯可是當臺灣的民眾不認為大陸會會打的狀況之下的話他是不是同樣也造成大陸對台政策上的一種困局呢當然啊現在我覺得北京真的是可以說是這個真的是內外交困意思就是說他的不管是內部的這種情況啊 啊這個水災啦內的疫情啦什麼的尤其是對外外外來的這個美國的這個因素對不對美國就剛好就是拿臺灣來這個挑釁你看你要怎麼樣看你那個底線到底能要不要守住能不能守住對不對那現在呢這個從臺灣的這個角度看呢我倒覺得說現在因為綠營嘛那所以說已經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樣的好像可以轉還的空間為什麼就是因為 你只要一轉還的話美方可能立刻會覺得你不夠忠誠沒錯這點這點這點真的是這點真的太慘了你逼著這個綠營必須要跟美國綁在一起這個蔡英文對不對聽美國的話聽到他連東沙島他都不敢去啊所以說了嘛對啊那所以我意思就是說我們是不是真的要當美國的炮灰那這個東西我們必須要考慮那所以到了真正危急的時候那是不是臺灣未戰先亂 嗯我覺得這點是機率很高的意思就是說我覺得很多人覺得這個這個仗沒得打嘛對不對那沒得打的話那我為什麼我要去當炮灰呢那所以說了那這個這種情況可能還會比較好一點嗯如果說你臺灣全部都是一條心我跟你那我全部當炮灰嘛 我看我看我看很多的是不是我看很多年輕人這個在回答民民調的時候呢都很勇喔 願意好啊那講等到真正畢竟成下你願意嗎 是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啊沒有經歷過戰爭甚至於呃甚至於在現在我們的當兵真的就像是就像是屬遜營一樣好好像是好像是營隊一樣的這種狀態之下好當你真正面對到戰爭威脅的時候你會做什麼抉擇這個這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號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馬英九講的首戰及中戰是這種情況意思說你未戰先亂臺灣已經亂成一團了那你要怎麼打 根本沒辦法打了嘛對不對那所以我說回到我們剛剛這個馬英九九二共識的這個問題上來 九二共識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在於說咱們是不是一家人兩岸同屬一中對啊不是一中啊一中的是比較政治性啊那他這個是比較你說是兩岸一家親也呃大概還比較好一點意思就是說嗯我們是不是一家人還是到底我們的關係是不是外國人的關係 嗯我們不是本國人嗯那可是呢如果說你要講是我們是外國人那兩個都不對那所以說我才特別強調我們是不是一家人或者說我們是不是自己人嗯嗯那這個東西就比較模糊一點意思就是說你只要講了咱們是自己人意思是蔡英文如果說你要用另各種其他的方法只要表達出咱們是自己人 那這個問題就解了嘛意思就是說這個就是可以代替九二共識你不一定要九二共識對不對而且我覺得馬英九有點雞婆你為什麼一定要叫人家接受你的九二共識呢你不必要講你想說你一定要找出一套方法讓我們帶領我們走出困境 這個方法是你去想啦不是我幫我幫你想啊我很同意耶就說對就說作為一個要免於台灣民眾的這種限於恐懼的啊這種情況你怎麼做你給我講出來嗯講不出來嘛是他他他要硬塞這個九二共識到這個民進黨身上那民進黨他就不接受嘛啊 那但是關鍵對於蔡英文的問題來說他從二零一六年上台到現在他並沒有辦法對於說呃當大陸說九二共識是定海神針而你又不接受九二共識的時候我講的是蔡英文你又不能夠提出另外一套方法使得兩岸的能夠繼續對話下去 而和平其實真的是身為國家領導人最重要最崇高的使命和責任您現在聽到的呢是政大教授湯紹成我們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歡迎回到非典午餐我是尹乃清好我們繼續請教這個湯紹成教授您剛才講到這個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啦我覺得兩岸關係的重點就在於是說呃兩岸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自己人您剛才您講的自己人比一家人好因為 一家人的話有上下了自己人那咱們就兄弟嘛嗯那就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所以說自己人可能會吵架就對了對不對那那這個就好辦兩岸是不是自家人是這個意思嗎就一樣大概就這個意思是重點是說咱們不是外國人的關係就好了吧因為你現在你譬如說你為什麼搞個陸委會如果你是外國關係的話你乾脆如果會變成外交部的中國司嘛沒錯對不對那你就不敢搞嗯那就表示說我們 我們跟大陸之間的這種所謂的兩岸關係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關係嗯這個進氣非國內關係也非國際關係他是介於國內跟國際關係當中的一種特殊關係嗯對不對你譬如說我台北非非美國的航線是國際航線台北非高雄是國內航線 這很清楚的可是你台北非上海呢嗯什麼航線啊你怎麼界定啊這個剛好在兩岸航線啊所以說了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叫兩岸航線啊所以說了那這就這個就是一種特殊的門類嗯這個就拉丁文就叫做sweet generous就就這是非常特殊的這沒辦法歸類的這比以往的這種一般的這種類別呢都不同 所以他把它凸顯出來這是一種特殊的關係那如果說你你視而不見那你視而不見的意思就變成說你是什麼呢你是不讀而讀嗯口頭上我不講台獨你聽台語文有沒有講過台獨啊從來沒講 嗯可是他做的事呢那全部是台獨的事是這就是一個大問題啊就在於是說他如果說像這個陳水扁那樣子就是民火執障然後就是一邊一國啊那這樣子的話呢其實兩岸關係反而就明確化了啊那當時因為中國跟這個美國的關係很好所以呢中國呢就透過美國呢來管陳水扁啊但現在蔡英文才會造成陳水扁今天的下場 他貪貪貪跟這個有什麼關係他們知 bolts在誰的手裡哦哦就在美方的時候當然嗎美國911之後你全世界的這種大筆著這種資金往來全部掌握了 他要防防恐他要反恐所以您覺得那個時候就說在他這個 即将卸任前的时候 那个爱德蒙这个反洗钱组织 把这个资料呢通知了这个台湾 其实是在防着这个陈水扁 不好好的把政权交接出来吗 当然了 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 陈水扁可以说是说把美国都搞毛了 我叫你别搞公投 你偏要搞公投 那个时候第一个是20304 后来是0708嘛 搞了两次嘛 美方他在那个他卸任前的时候还搞了一次 就0708嘛 对不对 0304就03年一直搞到04年的选举嘛 从03年那个时候就开始 我就觉得奇怪了 说我们搞公投赶紧老美什么事啊 所以说才发现到说这个东西是 因为有北京跟美国之间的 这种交易交易什么 后来我大概都找出了一点蛛丝马迹了 就是交易朝鲜跟跟这个伊朗 就那个时候美国没办法跟朝鲜什么样的对话 而且他们那时候忙着应付这个中东的问题 对很担心啊 而且再加上一个伊朗 伊朗跟美国感觉说是变成世仇了 可是这两个地方北京是讲得上话使得上力 那这个东西就是美国的 这是中共的就是朝鲜跟伊朗是中共的这个筹码 那美国的筹码就是台湾 台湾 所以我们跟 我们跟朝鲜 我们跟这个伊朗 是有这一层关系在里面 因为这层关系 这个这个证据是不是那么多 可是呢 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这些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些蛛丝马鸡啊 全部都把它捞出来 全部都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是有筹码的 而且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2015年的这个伊朗的核协议 这个是王毅 就是中方 他特别花了很大力气促成的 是 等于说给老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惠 这个那个时候欧巴马 欧巴马讲是怎么可能 结果搞定了 这是中国人在那边搞的 就是他出的力 结果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小英第一次的 五二零有关 就是他就只演说 之前的时候就把内容就告诉了 应该是告诉了美方 然后美方就告诉了中方 然后就中间在在穿梭嘛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说因为蔡英文 他也没他也没宣布台 他也没说台独啊 对啊 所以说了嘛 所以我讲的 他是叫做 不读而读啊 不读而读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这种辩证的方式来看这个事情吧 你他你说他读 他没说 那我没讲啊 那大陆怎么会有 可是他做的 那大陆都没有动手的理由啦 那可他做的事 实际的内涵 全部都是搞态度 对不对 你包括教科书 你包括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台湾的司法 司法机关 大法官啊 什么等等的 这些人事的安排啦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看成是不读而读的这个实际作为 那就看你怎么解读嘛 对不对 你是要看表面还是你要看实质 好了 那现在我我刚讲到回到这个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问题上来 九二共识这个这个核心我刚讲了 意思就是说你是一种到底要把我当成外国还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这种态度 那你如果说你真的把我当外国那咱们没话讲了那你就你就等于说这个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立刻触犯嘛 对不对 那可是他现在的做法是说我切香肠 然后呢 我不读而读 我像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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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表面上没有啊 可是实际上全部都是这样啊 那就看北京怎么认定 等到哪一天他真的认定说你就是走上这条路了 那不就那不就这个情况就就见真伤了吗 但这个很麻烦啊 就在于是说 嗯 你总是要假设你今天要北京要采取任何的这个行动的话 你总是要师出有名嘛 那就是说对于台湾来讲 这个当蔡英文讲到这个他讲说是中华民国台湾 而他他也没有改国号 他也没有这样去做 然后呢 的确就像您所说的 他采取的实际的这个行动是往台独方向走 但他就是个独台啊 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真的像成美这样做 所以这种 所以您要说的意思就是说 决定要不要对台湾采取行动的主动权 就不在不在台湾的手上 而在于大陆的认识 当然了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反分类国家法 嗯 这里头学问大在哪里啊 第一个这个法律是大陆所有法律当中唯一一条没有冠上国民的法律 哦 所有他的法律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他要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面 唯一只有这个法律 他把它拿掉了 哦是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 你没注意到 我告诉你 如果说反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类国家法 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反谁啊 因为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在台湾根本无效 让人家觉得啊 你这是反西藏啊 反新疆啊 反什么香港啊 所以他重点上把这个拿掉了 嗯 就对台湾有效了 嗯 而且这个是唯一一条法律 除了他的宪法以外 他宪法是前言里面讲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什么这些东西 除这个以外 他所有的法律都对台湾无效 你说对不对 嗯 所以民法刑法 什么婚姻法 什么法 是 都没效 是 他搞他的 我搞我的 对 就唯一这条法律 他把国民拿掉了 拿掉了以后 这条法律就对台湾有效 而且是直接针对台湾的 嗯 嗯 对不对 好了 那这里面第八条里头就有三条红线 第一个台州的事实 第二个造成可能到造成台湾的重大事变 嗯 第三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嗯 好了 那如果说你真的像比如说台北建交了 那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触犯到这个 这个三条 和平统一完全无法丧失 无忘了 无忘对啊 嗯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解释是在他嘛 嗯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解释啊 那那那你倒是要听谁的嘛 嗯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走上这条路了 那他就说先展后座嘛 这个法律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这样 就跟他现在美国有一条 这个叫做什么 防止台湾被侵略法 对 也是一样啊 他也受予总统权利啊 嗯 他这个法面过就是 还没过啊 嗯 对不对 那你知道受任总统权利就说你碰到情况的话 你就可以先展后座啊 就台湾的无奈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了 好就在于是说 第一个美国国会呢 有国会议员呢 提出这个台湾呃防止被侵略法 好 那这个这个法假设一旦通过的话呢 大陆也可以把他朝向那方面解释 就是外力介入啊 台湾的这个事务 一旦构成外力介入台湾事务的时候 他又有他又有这个关心台湾的 这个理由了哈 他采取的手段 不管是文工还是武贺 他都有就有办法 然后呢 如果台湾呢 朝着这个越来越实质的独台的方向走的话 呃 使得统一呢 无望 那他又有权利来解释 就变成台湾 美国怎么做 台湾也没办法 决定 大陆怎么做 台湾也没办法决定 这什么 这什么国家命运 所以说那所以说呢 所以说我们再回到马英九那个时代 马英九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些问题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蔡英文 你把这些问题全部搞出来了 那搞出来了 你当然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嘛 问题在这儿嘛 所以马英九讲的那一堆东西 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就在这里 可是他可能一般老百姓 并不是这么样的理解 而且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说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民众 不信邪 就不信邪哦 对对对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我们面对到的一个最大的危机 非常谢谢汤唐晨教授 谢谢